我们继续来看赵新彤对阵塞尔比的第五局 第一阶段的上半场结束 赵新彤取得了3比1的不错的成绩 开球的质量很高 先来薄一下把母球成底 好 赛大师继续把母球推上去 带一下球堆 两窟回顶 回的不错 要平常台了 球队最左下方 好球 有了 赵新彤的常台从来不让我们失望 这个角度绿球尝试薄下顶带 中带打进成功要到了黑球 好 向上蹬起来一点角度 再吃一颗黑球同段 这种球形其实赵新彤上手以后 处理起来倒不是太难 这个角度我黑球向上的话 蹬起来 蹬起来球队正下方的这一刻 是有下的 好 黑球向上的角度该K球堆了 稍微顶了一下 效果还不错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 就是有一点厚思诺 那这种球形够超分了 球队外边还散落着三颗 贴球了 向上吃库 先调一杆篮球 还好没赛弹 也是超分的前夕 这颗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 好 篮球推进 右下方底带再来叫 打进这一颗就是延分 漂亮 黑球打进超分 明前74 台面67 好 两颗过来 黑球还是有角度的 这一杆要冲着破百来了 目前82分都是单杆打的 嗯 球队带开 这个角度留的可不是太理想了 左边中带被吃住了 直接要的顶带 顶带没打进 这局结束 比分来到4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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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